下一次我贊美你們的時候 我再請您提早 贊美的可以錄自己進行群 那以後就不用錄了 來 S 才 17 S 才 17 為什麼點這一題呢 其實你看他回去寫他寫得出來 可是其實每一次學姐很容易問 因為我覺得是那個 就是對那個數字的敏感度要小心 他告訴你一個長方題 O 跟 O 點相比 你可能畫下來就會想到 O 點在這裡 跟 O 點相比的 一個是 O 點在這裡 跟 O 點相比的 一個是 O A 一個是 O B 一個是 O C 對不對 就是這三個點 他給你那三個點的坐標 自己告訴你做一個平面 這樣把它結成兩部分 給你這三點坐標之後 你要想你還可以知道什麼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長度 你一眼就看到 O A 的長度是 3 O B 的長度是 3 你看到 2 2 1 2 5 負 1 2 5 看到那個數字就敏感到 那個長度很漂亮 3 3 跟 3 那你那個 O C 3 負 6 6 不就是剛剛的 1 2 2 的 3 倍嗎 所以另外那邊的長度 其實是不是 9 他就是他的 3 倍嘛 就是 9 所以他說有一個平面 他說有一個平面 把這個長官體結成 2 個部分 對不對 而且他結完之後 他說包含 0 點 O 的那部分 是一個正立方體 包含 O 的正立方體 那不就代表你要結下去 因為你 3 3 你下面也叫 3 所以你是不是結在 1 比 2 的位置就對了 就這樣 圖畫完你就會發現超容易的 結在 1 比 2 的位置 就是整個結 3 負 6 6 的 3 分之 1 的位置 你看他就把它除以 3 因為你的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是他們的 3 倍 他要變成正立方體 所以他就是變成 2 比 1 的位置 他馬上把它除以 3 他除以 3 就有了 所以平面就長這樣 要找平面 要找平面 成長有問題嗎 沒有 好 要找平面 是不是要找髮向量 一眼就看出來 OD 就是髮向量 所以OD 寧地在平面 OD 是他的髮向量 有沒有看出來 OD 就是髮向量 所以 1 負 2 2 再把 D 點帶進去 他就出來了 這樣叫學這考題比較簡單 通常會卡住 你要回去有寫 卡住通常就是沒有光找到那個方向 來 S 則 20 指考題比較難一點 指考題比較難一點 我給你第一個平面 第一個平面要求的 他說 A E 平面 跟 F 平面 F 平面 它沒有寫下來 我們的 F 平面叫做 S 加 Y 加 D 他給我 3 個條件 S 加 Y 加 D 等 D 這是 F 平面 他都在兩個平面的夾角 30 度 他有像昨天我們那種平面很透明 說可以用畫兩面角 這個平面也可還未知 所以沒有什麼方法就代數馬上解 對不對 夾 30 度 所以 cos 30 度 他寫的還是這樣 理論上我覺得你們一般寫 寫 30 度應該就會寫 cos 30 度 是正負 根號 這個 E E E 法向量 3 另外一個法向量是根號 A 平方 加 B 平方 加 C 平方 E E 跟 A B C 是不是 A 加 B 加 C 應該是這樣 他說什麼 他說 30 度 可是你怎麼在這兩個方向 要講的是哪一個 對不對 雖然我是統統一定要正負 你因為你不知道 你的方向指的是哪一個 好嗎 所以是在告訴你說 你在這裡你要求 你先把我講出第一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 點 A 到平面 E 的距離等於 3 就是第二個式子 在這裡 他寫在這裡 A 到平面的距離等於 3 第三個其實就告訴你 我其實沒有要求 A B C 我只要求 A 加 B 加 C 所以這個概念就告訴你 你開始看 你的條件這裡就一個 A 加 B 加 C 你的條件這裡一個 A 加 B 加 C 所以相當於 你其實可以幫他 A 加 B 加 C 令他為 T 對不對 所以你感覺上 就只有這個叫一個變數 可是我分我來的 A 平方 加 B 乘加 C 平方 你看一下這個氛圍 也是 A 平方 加 B 乘加 C 平方 對不對 所以還有同意說 那我老師我把這兩個相處 或是你把根號 A 平方 加 C 平方 換成它 所以你說這兩個式子 是不是一個位置數 兩個位置數 這裡是一個位置數 兩個位置數 兩個位置數 兩個方程組 不就可以解出來了嗎 就只有這樣 那下面你不要被 不要被弄的式子 好醜 不要被他嚇到 你根本就把這兩個式子相處 所以他也是這樣操作 你看他就是用除的 用除的一操作完 其實就解出 他把這個絕對子其實有點 他把這個絕對子其實去掉了 你應該去掉會有兩個嘛 你看絕對子 他在這裡還沒有去 他在上面才去 對不對 他去掉解出來兩個 你看他就是硬這個 他有找到他這個觀念很好 那怎麼那你其實要求這個 他就令他的為了 你令他為切 你不必你自己知道你要求整個 而且在這裡他直接一除 他把兩個式子一除 除掉 除是除掉的根號 A平方加平方加C平方 令他為了之後就帶進來了 有兩個有一個合一個不合 答案就這樣 花一點時間算 可是我覺得 重題目你們寫一定要五分鐘 我覺得一定會超過五分鐘 所以你也一定有一些基本題 要選擇觀念題要很熟 漂不漂很快就行了 像他這個填充 填充大概兩題到三題 你很多同學五分鐘 應該寫不出來 可是我覺得十分鐘是寫得出來的 但是我們還有計算題 所以你們是二類組的 二類組的 我們不要考慈考 這樣知道嗎 不要考慈考 所以你看我在學習 我們努力要很高 是你們要 我們很快樂的學習沒有錯 很快樂的學習就是上課要專心 下課可以去打排球沒關係 努力打球打好沒有關係 努力打球打好沒有關係 可是上課一定要專注一點 這樣你才會 我們都跟一類的不一樣 一類他們是考職考的 一類的大部分 我們需要一類他們就是考職考 你二類你就是要考學測 現在你知道二類好 明年如果這時候你要考職考 我也是會安慰一點 可是你如果機會 機會會差很多 來再回到考卷 再回到考卷 我再把考卷講完 我們再過來 我們再過來 再過來 那個 講義 這樣兩題可以了 可以了 這裡不要簡單 我就先擦掉 他寫得非常清楚 好來 老師要講 我想講剛剛卡普那一章的第二題 不是你們不會好來 我想問你們用什麼方法 解 填充第二題 他要求 x-1 的平方 加上y-2 的平方 加上d-3 的平方 要求這個的mini 我覺得應該百分之七八十的 你看到這個平方 9662 應該會想到用 用 可惜嘛 就有點中毒太深了 對不對 就看到平方 看到這個不就是可惜嗎 方法1 可惜 對不對 可惜你就看到 這個是不是那個向量的長度 平方 這個應該是內積 今天我寫代數是 其實如果我寫那個內積 你就一向一看 你就看得出來 是哪一個向量 他就是第一個向量 叫做S-1 Y加2 E-3 這個是那個向量的長度平方 你為了要跑出 為了要跑出2x 所以你要2的平方 2Y2的平方 你是不是會跑出2s-2 加上2y加4 加上1-3 掛號的平方 就會發現2y加2 2s加2y加2 1-8 -8-2-10 -10再加1 -10再加1 是不是這邊是 -9的平方 這邊是負9的平方 那我這邊是多少 這邊是不是剛好是 9 這邊是9 所以移過來 所以這個長度的最小值 就是9 OK 你前衷你一定不說 有啊 不過你說你可以不說 我求那個等號成立 可是他就是 他就是要求等號成立的SYD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算出來 S-1平方加上y加2平方 加上d-3的平方 是不是就大於等於9 等號成立 這個把它寫成S-1 y加2 d-3 也讓人看出來 也讓人看出來 等號成立 是不是在平行的時候 平行就是跟這個向量 後面那個向量 2 2 1 後面這個向量的長度 平方是9 還是9 那不就是他們兩個 一個正向的反向盒 對不對 你自己去看一下 他要正向還是反向 你還要可以搭配那個 還要搭配這個加起來 0-8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反向的時候 對不對 滿足這個 而且2S加2Y加d等於5-8 而且這個 你就在一個合一個部分 那老師為什麼要講 我發現你們會吧 對不對 現在我們在講什麼 我們學到2-1了 學到2-1了 看到這個式子 不要只有內積 其實本來2-1講 看到那是要想到什麼 看到那是要想到什麼 平面 本來平面的這個方程是 那天有同學說 為什麼這個平面這個就法向量 本來平面的方程是其實指的就是有一個法向量 2 2 1 跟那上面的動點的內積 對不對 跟那動點內積等於一字 只是那個動點不是SYE 因為這裡有個-8可能是什麼S減多少Y減多少 對吧 所以 你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現在已經知道它是平面 這個是不是看起來平方平方平方 就是你剛講成像量長度平方 你是不是會把它想成 點到面的距離 所以剛剛有可能是真的用面來看問題 也就告訴你說我這裡是2S加這個平面1 我們的這個有一個定點點A叫做1-2-3 對不對 它其實是在問你說我上面的動點點P是SYE SYE在這個平面1上 我要求這兩點的距離平方 最小值當然就是垂直 對不對 就是最短距離 所以就告訴你說 它要求的這個東西的密碼 其實是就等同於A點到平面1的距離平方 它有平方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這個的平方 就直接寫答案 點到面的距離 點到面來這個2 2 1 所以是不是3 幫你拿一個平方 把A點帶進來平面 A點帶進來平面 2-4加3加8 本來現在絕對值 不是反正會有平方保護了 對不對 就不用寫到等等等等等 可是它寫有一個缺點 你們應該不會算那個 它產生 它產生等到成立的那一個P點 會不會算 會不會算 其實就從這個點開始走 因為你已經知道 你看你這個距離走多遠 你這個算出來 這個算可以是不是9 這算可以是不是9 對不對 你知道算可以是不是9 那你知道你是不是要走法向量 你是不是要走法向量 對不對 所以法向量的長度多少 法向量長度是3 距離平方是9 就告訴你距離平方是9 你就是走這段山 你就是走法向量 對不對 所以我在一看 你說那等號成立的時候 那A點怎麼求 A點的求法 A點的求法 是不是就等同於你從那一個 不是A點的求法 我走下來的這個是P點 P點的求法 P點的求法 是從A點走法向量 你就用A點叫做1-23 法向量多少 法向量221 你是不是要加221 因為法向量長度高 是3 是加嗎 還是減 你不知道欸 你不知道加或減 繼續放這裡有兩點 你不知道哪一個 你最後是不是要胖點 怎麼胖點 你那個點要在平面上 你加這點 你所愛是不是兩點 一個點是他 一個點會跑到上面 那你怕看不出來哪一點是在平面上嗎 帶進去就好 對不對 所以直接算出啊 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是加 是不是就會變成304 就會發現這個過合 對不對 啊如果你是減 是不是就是-1-4-2 對不對 是我們的答案 對 你把這個點帶 又那個面 因為那-8 當然這個又負的 這個正怎麼可能加起來是-8 對不對 光看那個吸出來有感覺 這樣就把第一章跟第二章又結合起來了 請你問我高雄我喜歡這時候才講 它有幾條意義吧 對不對 他們沒有聽說科西 科西我也有講幾個吧 內氣嘛 長度 相等的時候 OK齁 2-1 我是不斷地重複講這個概念 好來 剩下最後一張考卷 來 1-1-1-3 這一張 要問哪一題 回家作業討論 尤其沒跟我交考卷的 應該努力寫出來 哪一題 單選第二題 單選第二題 好啊單選第二題 我也只有只有 我也覺得只有第二題 我沒講 單選第三題是我的獎品題目 對不對 其實我前一刻幫我把這兩題給三 如果我覺得像排列組合 比如說要是喜歡考的這種連結 就第一側跟第二側的連結 單選第二題 我分享我的想法 我再看看有沒有同學覺得 他想的比我壞 因為這個是考這種排列組合 你看我就說 你看各科他們都覺得一定要 他們都覺得要採集數學成績 可是他們都覺得數學 偏偏跟你們生活上級好像又很少 我覺得最簡單的意思是排列組合 現在考的排列組合 通常就是要分類討論 就有點像你在讀 你剛才讀地理 你地理很多現象 你是不是要去分類討論 他覺得分類討論就是一個能力吧 所以像這一題 他說正六面體的八個連結當中 我隨便取三個所形成的平面 你不要以為你票一下一個四個就可以出來 很難嗎 他絕對不是西方取三嗎 因為他有四點共面 對不對 所以也有人用西方取三減掉四點共面 那我就覺得四點共面 我也要去投入 我就正面想 我就正面思考 我就直接想 我先找表 我可以看得到四點共面 先看那種四點共面 四點共面 我就分成六個面 外面也有個面 對不對 外面也有個面 表面也有個面 除了外面也有個面之外 還有哪裡有四點共面 斜的嗎 對不對 你除了表面這樣沒有合之外 下一個我是不是就是看這一種斜的 像這樣可以體會出來嗎 這樣斜一個 所以你們會發現我這個方向一個 我從同樣這個上面過來也是沒有一個 對不對 那再來上面這邊一個 下面這邊一個 四個 還有沒有 從中間切 不用顏色斜這個面的一個 來 這樣斜這個面的 其實紅色的兩個我只畫一個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 另外一邊是不是有一個 對不對 橘色的這邊一個 往後是不是又一個 橘色是不是有兩個 還有 還有 還有沒有 我說四點共面 不是表面的 表面的六個已經出完了 這樣寫 有人這樣直直的跟我畫 那就對了 你看得出來 所以 這只有你觀察 在考你觀察的努力 我可以走中間對切 一定也是兩個 一個 兩個 所以這四點共面 又兩者的 所以又幾個 總共六個 三個顏色 是不是就六個 每個顏色都兩個 我都畫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對稱的方向 我沒有畫 四點共面的還有沒有 是不是沒有了 我都數完了 那就剩什麼 三點的 單純三點 決定一個平面的 來 三點決定一個平面的 三點決定一個平面的 最容易想到 就想到什麼 我必先讓我再削 對不對 我必先讓我再削 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這一種 來 放黃色的喔 我捏我這三個邊 碰到綠的橘的紅的 都沒有 你看這三個顏色是不一樣的 我捏到很實在削這個錐 一削這樣是不是三點共面 對不對 請問我這樣削 可以削掉幾個 這一種錐可以削掉 這樣的削法有幾個 我去找頂點 我不會找面 你每個這樣削過來 是不是就是尖點那個頂點 你每幾個頂點 幾個頂點 八個頂點 幾個這樣削法 八個 是不是結束 我不用這樣 我對這個頂點 對這個頂點 對這個頂點 其實這三點共面 我會數他幾個共面 我是不是這樣 這樣是不是就一個 那其中幾個 你每相當一個 是對一個頂點 所以 有八個 OK喔 OK喔 你當然也可以怎樣 我這樣是正面 我們在複習排列組合 正面數 如果你反面數 反面 反面數就是全部任意算嘛 假設都沒有三點共面的 我們是不是就是任意 沒有四點共面的 我們是不是任意 總共有八個點 從八個裡面 隨意取三個 原則上應該是三點 決定一平面 西八取三 可是一定是超過嘛 還知道什麼是西八取三 好 八個東西裡面 隨意取三個出啦 可是西八取三是不好算的 西八取三是不好算的 後來我們借助誰來算西八取三 皮馬取三 我們把西八 八點 隨意取三的本來不排 我們把它想成要排 要排第一個排列八種 第二個排列七種 第三個排列六種 可是人家是不排的 所以要把牌類數把它除掉 三個的牌類數是三接 我是先排再組 然後你就記住公式也沒關係 要減掉什麼 四點共面的 可是你把它看成 本來這裡有四點共面的 每一個四點共面 你是不是都多算了 對不對 有幾個四點 如果像這樣 比如說上面這個平面 四點共面 這四點你在西八取三裡面 你是把它看成 另一三點都不共面 你在西八取三你是不是就算了 西四取三 你是不是就算了四個 對不對 你是不是就算了四個 可是你其實它只有幾個 它只有幾個 它只有一個 所以你是不是這樣 減掉它 再五回它那一個 對不對 這樣四點共面的有幾組 這樣四點共面的有幾組 你剛剛算過了 你還是得算上面十二組 所以這樣等有十二組 這個要乘以十二 這個要乘以十二 要記得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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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放了家 對不對 你把這種四點共面的 你在裡面給它算幾組 減掉 可是它其實只有一組 不回來 所以我才覺得正面算好 好不要反面 反面我覺得你們還是很為錯 因為你不要 重點哪個是哪個是哪個 這十二個啊 對不對 哪個是哪個那個十二個 寫的那個十二個 那六個 寫的那六個要想清楚 不過也對於有些時候來講 可能這個八也很難 要想像那三點共面也很難 那你反面就有用途了 好 這樣這一段來問哪一題 多選第二題 多選第二題 A B 這兩個項量 B 在 A 上的正攝影是它 所以下面哪些可能是 B 正攝影我們是不是就用幾倍嘛 對不對 多選第二題 它說我這個 A 上量是 B 負二 3 B 上量在 B 上量 我 A 上量已經固定了嘛 B 上量在 A 上量的正攝影 三負六九 三負六九就是它的三倍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是 A 上量的三倍 那意思就是代表 它的那個正攝影過來 是它的三倍差 就剛好是三倍的 A 上量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再問你說 下面哪一個可能是 B 你的 B 的答案 當然會有無窮多個啊 一定是這樣啊 你只要我畫這個界線再告訴你 所以我只要 B 上量 你當然黃色的也可以 頭影下去都是它 所以是只要檢查 你 A 跟 B 的內積 A 跟 B 內積 有個剛好是三倍的 A 上量長度平方就好 對不對 我覺得最快的檢查是 因為我頭影師都這樣講 你只要去檢查 A 跟 B 的內積 是不是會等於 A 上量 跟三倍 A 上量的內積就好了 A 上量跟三倍的 A 上量 這不就是三倍的 A 上量長度平方 A 上量長度平方 A 上量長度平方 1 2 3 是不是 14 你只要檢查 每個內積加起來 我等於內積或等於 14 那就選 對不對 每個內積如果等於 14 反正是不是就對了 OK 而且要選 內積是 14 所以是正中 正中 OK 來 這樣我就不用一個個幫你檢查了 再來 要問哪一題 第五題的 C 選項 第五題 多選第五題的 C 選項 C 給定空間中一個直線 L 即任意點 P 這個我上一張考就跑過了 老師在線上 對啊 可以在線上 所以這個選項錯 線上就無窮多個 我們三張考協一字一字二是不是考過 對 你們喜歡考這種題目 再來 還有嗎 第六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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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師的講義裡面 可是我放在哪 放在什麼 挑戰題 一字二嗎 是不是一字二的挑戰題 一字二的挑戰題 一字二的挑戰題 我今天錯了 我一定要把它模型過 好啦 關鍵點在什麼呢 它這個是領導題 可是我可以說它 因為它是選擇題 所以你是可以觀察的 你會上我們畫 我們畫一個正六面積 其實它有點考驗到 如果你的觀察力好 空間概念好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看那個 點A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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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號220 點B座標 負根號220 點C座標 負根號2-20 其實我上一次 我是我一題 欸是誰 我圖也有畫錯嗎 那一題 我就在告訴你 觀察說 那四個點給你 他告訴你是正式 裡面的四個點 我一定馬上先觀察 他們兩 他們四個給位置關係 那怎麼觀察 位置關係 距離 我就開始算距離 所以我就開始看 A B距離多少 A B距離是不是2跟號2 對不對 那A C距離 還有2跟號2的 有 C D距離 所以也是2跟號2 對不對 OK好 再來換A C距離 A點跟C點的距離 你就發現 這四個點很特別 這四個點都在 在D等於0的平面上 那都在SY平面上 對不對 而且他就是SY平面上的四個向線 只是一個跟號2 一個2而已啊 對不對 是不是四個向線 一個跟號一個2 所以呢 你在往下看你的A C距離 A C距離 A C距離是不是這裡 2跟號2的平方 跟你4的平方 應該8加16吧 對不對 這個跟號2 2跟號2的平方 8 4的平方16 8加16 16加8 24 24 24的話 是不是2 2倍的跟號6 你就發現 這個不是 這不可能都是邊長 這地方體的話 邊長是不是會一樣 對不對 換我們的A D距離 A D距離 A D距離是4 你馬上看出來了 其實腦中閃破 就會體會到說 他根本是我們的直角坐標裡面 SY平面上 他分別這樣的四個點 跟號2比較小 2比較大 所以應該是這樣 這個是A 再來 負根號2 對稱過來 B C點就直接過 一樣再對稱過來 他的Y軸比較長 C B 你只要對那個 FY軸比較有感 你就發現 他這是一個長方形 對不對 他是一個長方形 而且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A B 應該你的A B 跟你的A D 就是那個長方形的邊 A C是對角線 那就開始想 在這裡面 有一個長方形 有一個長方形 對不對 你要四個點 四個點形成一個長方形 你想就知道那在哪裡 四個也形成一個長方形 對不對 矩形 那你看我們應該是這樣 中間的這四個嗎 這樣過來的這四個嗎 這樣過來的這四個嗎 我應該只要下面續線就可以了 看得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也就是說如果考試的時候 我就會喜歡 你們都沒有 那只要借他的保險 好 被我手摸一下 待會擦一下 如果你鉛筆是這一種 這一種 考試應該拿後面的 對不對 你長 正正正正地方形的那個 鉛筆有不好用 可是 至少長方形自己想像一下 它面的正地方 它就是這個對角這樣 有沒有看出來 我手捏的是不是就是 黃色的這個 它這樣兩個擺著 為什麼要把它翻起來 因為它在SY平面上 對不對 所以有人這樣想 它就想得出來 它說在SY平面上 所以我就會知道 我找到它的終點 它是不是這兩個點 這樣翻起來 我那個中心上來 再往左右兩側 是不是就是分別這兩個點 它就這樣去想它 我拉上來 可以看得出來 是不是像這樣 等同於 我從這個中心 我往上拉到這個上面 這中心上來是這個點 中心上來是這個點 它這個是不是在左右兩側的位置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跑出 那你這個中心 中心就是AC 就是AC 就是領領頂這裡 對不對 如果你這樣看起來 是不是像等同於 我ABCD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曲型的中心 是整個正立方體的中心 對不對 可是你的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不是在中心的正上方 中心是在他們的中間 對吧 所以你是不是中間上來 往左右兩側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找得出來 對不對 往上左右兩側 中心領領 你還要往左右兩側 還有高度 你還有高度 高度之後再左右兩側 那左右兩側 其實你那個左右兩側 就等同於 等同於你的這個左右兩側 就等同於你這個上面的左右兩側過來 所以你看那個選項的答案 就很固定 但是你要先這樣那個高度 那個E的高度多少 那你會發現 那給你的 對不起 我拿走湯 來 你要看得到那個高度多少 高度不就是中間平面上來的這個高度嗎 一半嘛 對不對 那一半就有點是那個對角線的那個一半 對不對 這個相當於那個一半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告訴你 就等同於我們 我們比較長的這個對角線 這個對角線的部分是AD AD最大 對不對 不對 二跟號六 所以要從中間再往上跑 再去找出那全部的往左右對稱兩個是多少 可是我就覺得考試的時候 我叫你們想到這樣真的有點難 有人對那個幾何概念就不守對不對 可是我說初選擇 你就有這個能力 什麼能力 來我示範一個 來 除了那個幾何壞的人馬上去想 我怎麼去找到 我其實這一集希望你們把剩下四個頂點都寫出來 可是你考試要有考試能力 考試能力什麼 他給你選擇 我就開始試 我就假設這個點是1點 根號202 對不對 我要想這個點對不對 那我就開始想 關鍵點就在什麼 我現在要找的是在我剩下這四個點 你只要去找這四個點什麼 跟我們對相對應的 我現在這四個點就這樣 ABCD 請問這個曹光寫的邊長多少 這個正曹光寫的邊長多少 從這三個數字你可以知道邊長多少 最短的是邊長 對嗎 這個是2跟號2 對不對 那我們的這一格應該是面上的這個是4 2跟號2倍是不是4 你那個2跟號2 2跟號2是中間的對角 這個對角是不是2跟號6 這是比較長的對角的部分 OK 那我就開始 至少對面講 有一招你們一定可以做得出來的 是我開始把這個點跟這四個點找距離 因為你已經知道相對位置是這樣的 我就開始去看我AE的距離多少 AE的距離跟號2 0 2 2 2跟號2 2跟號2 2跟號2就是邊長 我就發現 如果你跟AE是邊長 是不是可能這裡 可能這裡 是不是這兩個位置 對不對 如果你跟AE的距離是邊長 是不是就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的距離 你去看一下跟D點距離 看一下跟AE AE兩個是D1 跟D1的應該也是邊長 跟D1 也是邊長也是2跟號2 再檢查跟什麼 如果你這樣這兩個點 你跟C點 你跟C點 是不是就面上的對角線 是不是應該是 跟B點 是不是也是面上的對角線 是不是應該是 所以你就只要去檢查 我們的B1跟我們的C1 你把這四個點的相對位置 你去看一下 東版主論說就是對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看B點跟E點 B點跟E點 這是2跟號2的平方 加2加2的平方 他真的是 我們的B1 你看B1 2跟號8 8加4加4 是不是16 那麼我真是4 換C1 C1這兩個點 也是8加也是4 那不就B grow了嗎 這個就對了 我就馬上選了 所以你就看到 原來我的E點的坐標 是不是跟號202 對不對 其實你寫了一個跟號202 那你大概就有感覺了 因為你已經知道那個中心 中心是000上來的嘛 所以另外一個一個對稱 那個高度 高度是這個固定2上來的 所以跟它對稱過來的 那你應該有一邊有一個點 應該會是 負跟號202吧 對不對 那下面那個點 是把他變負的就好了 對不對 那你再沒有這樣感覺 那你就再把第二個點 一樣仿在我這樣 算距離 一種該會吧 最後聽懂 我是不用每一題解決 你看 我說你有兩種方法 一種真的是看圖 一種你就是算距 而且你要算距離 一個點就對 沒有對稱的概念 找出另外三個點 也沒有關係 你就把選擇體 四個點 一個點一個點 一個點代入 你就會很肯定 這一招總該都會 來再來 還有了 後面了 沒有了 你幾點 填充第二題 正式命題 老師考過了 NN跟CA 這個不就是那個歪斜線嗎 對 他不是 不是那種位 NN跟CA 老師講一個例題 好吧 第二題 你是不是在那邊算 你看不出他的假角 對不對 我們要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做標化 它是不是正式命題 對不對 可是正式命題 做標化那個數字 也會 也沒有到很漂亮 因為那個編長 他的長度 不過他給你長度 2 哇他頗有居心 他對你 對你那麼好 他給你長度 2 那我們就告訴你 你就做標化就好 你有沒有提問 這當然是幹嘛 給你一個四面體 長度4 2 對不對 你們到底有沒有看出來 他長度給你 2 那我們就告訴你 你就做標化 做什麼 就做這一個 老師一天到晚做的 就這樣 就是我們這一個正式命題 就是那個模型嗎 那為什麼要再讓你去考慮一個 這個模型 對不對 你是不是就只要取 我們就這樣一個點 兩個點 如果舉零零的話 那就要在對角上的 這個 這樣 我這樣 邊場這樣算出來 這個邊場不就跟泡2了嗎 面上的邊場 那個單位場 這個正義剛起的單位場 取1就好了 所以上面就有一個點是 000 這個點的話 就是101 這個點的話 就是110 你也可以取 S軸 Y軸 E軸 也可以 兩種坐標化都可以 這個點的坐標是不是 011 這樣剩下的你是不是都會了 他要 你要哪一個當A 都可以 我把圓點當A 我把圓點當A 再來這個是B C D 你是不是就算出來了 是不是就會了 好來 你也忘了 這個叫方法1 你沒有老師 一字三的力氣力法 來 方法2 因為你要算 對你來講很難的地方 是不是在你要去算 他們兩個的內積 他會有個長度 你是會算的 對不對 你是不是內積不會 長度是會算的 所以 關鍵點不就在 你想求他的內積多少 那 我是不是講的 另外一個方法 再告訴你說 因為你會的是邊長 你會的是個邊長 所以我是不是這樣說 請你把這個NN 回到邊長 對不對 最簡單就回到A 他是等於AN向量 減掉AN向量 跟CA向量 我就給他負AC就好了 對不對 如果你這樣想 我知道你已經沒有坐標畫 你就是直接畫這樣 就是他給你的那個圖 因為他給你那個圖 他沒有幫你坐標畫 所以你沒有想到 其實那個長度 跟號2 好容易坐標畫 NN 坐標畫比較容易 因為這坐標畫比較容易 這個NNN坐標馬上出來 所有點的坐標都出來了 是不是就馬上 求假講 是不是超容易 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你要這樣也可以 我們你看 ANAN跟-AC 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做內積了 這就是 負的把那個負號拉出來 負的這個站在前面 所以就變成AN跟AC的內積 減掉AN跟AC的內積 你看你有角度60度有長度 你是不是就會 那ANAN 他邊長 這個門道多好做 你看邊長跟號2 AN他其實是2分之跟號2 其實我都說我AC投影過去 其實就AN長度平方拉 可是我覺得 直接用投影的 是不是 AM的字 長度平方 AN跟AC AN的AN跟AC 這個要直接算 你是不是兩個夾角30度 AN的長度還是2分之跟號6 2分之跟號3再乘更號2 這是AN的 AC長度是不是跟號2 再乘他兩個夾角 我是不是說這樣也可以 像樣的拆解 拆解到邊長上 OK 各位 是 座標 真號2 他已經很用心了 再來 這張有沒有 沒有就回到21 我們就看21 不問了 還可以再問了 21 來 21 什麼 昨天的席題 S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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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點到這一題 來 S在16 昨天的席題 PQ 是這個平面上的兩個點 而且 滿足在這個平面上 而且 PQ 的長度等於7 他在這個平面1上 平面1 叫做3 x-2y-2d 等於1 滿足PQ PQ 就在這裡 而且他說 另外幾空間 那兩個P bar Q bar 因為P bar Q bar 負3 4 6 跟那個平面的方向沒有平行 有沒有垂直 負9 減8 也沒有垂直 那就是這樣 這裡一個點P 這一個點Q 長度是7 我現在 有取兩個點半株 他們這兩個點的向量 形成的是這樣 我也不要刻意講 刻意講 就是這樣過來 這是PP bar PP bar -346 -346 25 加36 滿長的 PP bar 所以跟長度 目不漂亮 那就是這樣 他說 這兩個向量一樣 所以我要畫一樣長 對不對 當PQ 向量是多少的時候 可以使得平行四天形的面積最大 我這一個棒子可以隨意移 要平行四天形面積最大 你就知道怎樣的時候最大 垂直 垂直 你就這個要垂直 對不對 所以我的重點 你看已經看出來了 你的PP plus 是不是要垂直你的PQ 對不對 平面積要垂直你的PQ 再來呢 還有呢 可是我平面積是給你的喔 它要重點是要求PQ 那PQ在平面衣上 所以PQ會有什麼特性 PQ在平面衣上 對PQ會有什麼特性 平面衣上 平面衣上 你看你要找向量 在平面衣上 平面有什麼向量 法向量 PQ跟法向量的關係是怎樣 垂直 對不對 所以我PQ 是不是還會垂直我們的法向量 三 負二 負二 那PQ跟這兩個一次向量垂直 它就是兩個一次向量的 二 公垂向量外積 對不對 外積長度又告訴你了 七 那不就出來了嗎 所以我的PQ 一定跟我們的 PP 還有我們的外積 法比賽跟我們的法向量 兩個都隨時 就是它們的外積 它們外積算出來 都控制好長度 有人 有人 算出來的嗎 到時候你們的外積多少 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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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十二 所以我要七 而且它有控制好 你看正負 它怎麼對你那麼好 因為就兩個方向 你看我平行 所以跟它兩個方向 對不對 所以我PQ 當然就會取正負兩個方向 這個如果把兩倍提出來的話 我通常會先兩倍提出來 再計算它長度 負二 負六 三 負二 負六 負六 三 四加九 十三 十三加三十六三 這個七 七二十四 這個的長度是十四 我要七 要七就除掉一半 所以答案就是正負 負二 負六 三 就好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把負的 也可以把它變成 二六負三 我猜它選頂給你頂 應該是頂二六負三 你待會可以頂二六負三 OK 想一下 它還蠻喜歡考中 跟兩個項量垂直的方向外擠 昨天寫的都會了 剩下後面的 我都覺得那個 抓緊緊緊 是真的 來 老師本來昨天要講 剩下主要講S330 老師昨天本來是否講S330 沒有講 對不對 我是不是說S330是 老師上課 已經講過一次了 所以 我快速把S330講吧 這樣對不起 下課 還是我今天第八節再來上 不要 不要 直接拒絕我 不要這麼 還搞不好 對不對 你會開心我會很難過嗎 對不對 所以女生要婉轉一點 好嗎 S330 而且你們我不敢看你們 我直接背對著你們問 你們講那麼大聲給我聽這樣 來 S330 我昨天講到說 我們方法一 回想一下 在一之三的時候 在一之三的時候 所以要忍受我 快速講 來 我們ABCD 回想一下一之三的時候 我們怎麼做的 EFGH 方法一 你記得嗎 這道題目 他AP 項量等於 三分之一 AB 加上兩倍的AB 加上A倍的AE 我們在一之三的時候 我們在一之三的時候 是不是利用了 因為P點 他說P在我們的BDG的平面上 P點在這個黃色的平面上 所以我們用了那個向量的 空間向量供應的性質 是不是要把AP 項量寫成AB 項量 加上AD 項量 加上AG 項量 是不是請你努力把他們都換成這個形式 利用α加倍的加大碼整個E去解掉 去解A 對不對 這個超過來 整個要把這個拆掉 看看幾個AD 幾個AE 第三個題目 我忘了第幾幾 你說一番 為什麼要重複一遍了 為什麼老師要重複一遍了 是不是在平面上啊 他說那個P點在這個平面上 這個平面上 我如果把它平面上寫出來 那個點代入不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隨意你做標化 這個長方體 他們說長方體要編長多少 沒有 沒有就是你高興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聽到我的意思嗎 就隨便你做標化 譬如說 我覺得我想要從 我要假設那個 我要從那個1點或者4來 你看你的做標化 你要把做標建立在哪裡 如果你用你熟悉的也可以 如果你用熟悉的 你是不是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過來 這是你熟悉的平面 做標角色 對不對 你會把他0-0-0 你是這邊0-0-0 假如通通講聲音好了 雖然說假如有 就通通給他1也沒有歪氣 對不對 如果通通給他1的時候 那他是不是在告訴你說 可是我這樣A點就不是 他是從A點出發 我應該也是假設A為原點 應該假設A為原點 假設A為原點 假設A為原點我都有P點 左邊會比較容易 因為從A點出發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這樣假設的話 我真的三個平面很容易做 三個平面很容易做 所以都可以 你假設我現在已經畫了 如果像我這樣畫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假設 我假設我們的長度是1 我現在這個點的作標 是不是就可以110 對不對 我看我覺得 我們還是從 倒過來 還是從A點做比較容易 我覺得你的還要再算 還要去算那個項量 我們直接可以 我要重新畫 已經寫 我就寫 來 這個點不就1110 這個點呢 這個點在Y1上 011 對不對 這個點是不是101 嘴邊你寫 對不對 他A點做標 你就寫出來 A點做標叫001 A點做標叫001 所以你就跑出那個平面 平面V1G V1G平面 這個超簡單好不好 V1G平面有沒有發現 這些都是加起來 S加Y加E 是不是很二 不要再把項量 什麼100 110 010 所以S加Y加E 等於二 對不對 要有這種數字的敏感度 我是只要把那個P點的作標 你要求P點 P點這三角色是什麼 我把這三個項量 是不是在告訴你說 他說P在這個平面上 所以P就滿足這一個嘛 可是你要把這個向量形式寫出來 你是不是就有 你就把A B向量也寫出來 你的三分之一 A B向量也寫出來 只是在說 因為我剛講設 我覺得我沒有講設在A點 比較醜 我會把這個三個的向量形式 你會變成說 你假設點P做標 只要有一點講設點P做標 是SYG SY你滿足他 那你就會變成這三個向量的形式 比如說你這裡 我們先看A S好了 你的P點減掉A點 那不就是這裡 不就等同於A SYG-E嗎 A SYG-E嘛 對不對 我這個A B向量 我A B向量不就等同於 我們的E 100 那就是1 1 1 0 0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把這個寫出來 把這個寫出來 我就會對照相當 而且要滿足 那是溫滿足他就可以解 我覺得應該還是 假設A點比較容易 假設A點我帶進去 那個點 那個P點的座標 這個座標 假設它是原點 那P點就是1 2 2 A P點就是1 2 2 A 代入體面是不是容易多了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 補畫錯了 改一下 A為原點比較容易 就你再把P點的座標 帶入那個平面 如果這樣的話 就變成用減向量 我覺得可能比較慢 OK 來 剩下的就 真的有問題 你們就直接在裡面 或是在寫詳解A 只有下課 下課 我還要看 那些是在寫詳解A 所以我來想要 就是要去掃 尖券 尖券 一遍到相關會 可以放下來 剛剛是改一下 等一下 給我看一下 如果這個 要這樣排除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